上一篇澳市卖生活发出以后 有很多人私信问我说 你有那么多不舍 为什么来澳洲 原因只有一个 为了小孩的教育 对我来说放弃空内 受人尊敬的律师职业 放弃可观的时候 我还有几十年的朋友 我喜欢我的爸爸妈妈 也在空内 跑过来当一个housewife 那肯定是舍大于得的 那我们来之前 包括来了以后 我一直有亲戚朋友 会跟我讲小孩说 哎呀你现在开心了 去放飞自我了 没有学业压力那么大的 但其实真的是这样 包括我自己 我本来也认为 我可以轻松一点 但到了澳洲这里 发现我完全不是这样 来到第一个月 跟几个以前认识的 孩子同学的妈妈吃饭 就发现 哇塞大家都好喘 周末你根本就约不到 他们孩子 全部都是在读习班 周大概有七八门课 我大概是两个月以后 才慢慢适应这个节奏的 我就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哥哥的 这里还不算很准的一个schedule 他星期一放学后 是参加就是这里 社区club的一个 足球训练一个小时 这个就相当于晚吧 然后星期二放学以后 是上一对一的补传课 这个因为他国内就已经 学了好几年到七几 到这里也很规不可能放弃 二周总归会要一门乐器吧 然后老师现在还跟他说 要去学信仰乐器 我觉得对他来说太累了 所以还算是没有决定 这个是一节课 七十到一个小时 然后星期三 是放学后 也是这个足球队的 一个训练一个小时 然后晚上 还有一对一英语写作的 一个私教的补课 然后我觉得 谈英语跟这里 英语是母语的小孩 走的是差距还蛮大的 所以找了一个私教给他补课 也是七十一个半小时线上的 然后星期四的话 是放学后十一个小时的 五毛球私教课 然后也是七十到一个小时 六早上是足球队的一个比赛 不是每周都有 然后下午呢 就是他很讨厌的一个 讲学经理 班了三个小时 因为他来的太晚了 私校都排不进 唯一能进顶级私校的方式 就是高奖学经 那个补课班 现在还蛮热门的 我一天去看到有一个老外 然后看着插旗 然后送两个小孩去 我都问我 我儿子说 这种华人班的班级 老外有 我儿子说不少 还有大概将近一半的人 都是西人的小孩 我说哇塞 现在老外也这么转 也被带登起了 好了 然后星期天 我是给安排了一整天的休息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比较中等的 在澳洲的华人小孩 一个补习的一个 schedule 因为像其他孩子 我认识他们还要补中文 还要补澳术 像我们家因为这两方面还不错 所以也没送他去 所以其实不要说什么 国内学习压力大 其实到了澳洲这一天 也是一样的 只要是家长和孩子 对自己本身有要求的 不是得过且过分的 当然在这里过年可以 就是一样会面 对一个有压力 有来的东西才知道 精英学校考试 精英班考试 讲学经考试等等 一点都不比国内轻松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 让我们讲 所以就是除了那个 他不愿意上的讲学经考试班 其他他都还非常喜欢上 江湖出对爱 是他主动提出的 包括一对一的私教读习 写作他也是很乐意上的 这一点还是让我满心 为这里的教学方式 比较容易激发小孩子的一个兴趣 所以呢看到吗 我为什么西方的快乐教育 都是骗人的 那如果你相信他 除非你的孩子 是那种靠自学就能成才的天子 否则最后就是 被那些精英阶层的孩子 确定点压 其实这里我看到了 很多老外的小孩 只要是家里有比较体面的 这个职业和收入的业 都是学很多东西 送各种语习班的 有的小孩甚至要学三四门的练习 五万零就是典型的例子 湾区的妈妈是世界上最传的妈妈 养中体爱业小票在这里 没有太多的课后作业 也没有考试 所以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放在自己的兴趣爱好上 爸爸妈妈也不用整天 追在他屁股后面 钉作业钉成绩 所以呢在澳洲 虽然还是一样卷 但是卷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爸爸妈妈和孩子 也会卷的比较开心吧 关注我